嗨我是威力 你線上奶爸又突然出現啦 今天我們這集單元是生活閒聊單元 生活閒聊與你生活在一起啊 今天這個生活閒聊單元啊 想跟大家聊一個題目是 無業男股息年齡150萬 繳稅1萬元 但是年薪不到100萬的上班族繳稅還比他多啊 來想聊聊看這個題目 當然這個東西其實 我當時在看喔 新聞上是怎麼寫 他是講說啊有網友講到說自己 一年鼓勵有100多萬啊 150幾萬 最後因為他還有鼓勵扣體稅額 所以啊還算一算他只要繳1萬多塊錢就好 那有些上班族就會講說 自己年收不到100萬怎麼稅還繳得比他多啊 那就會有一種好像很不公平的那種感受 然後我看呢 這個論壇上面大概是有這樣子的內容啦 大家就在講這件事情 那我也做了一個梗圖嘛 無業的男人啊 在家裡 零股息啊他的 房間裡面堆的都是錢 繳稅金額只要1萬元 結果另外一邊是工地上班的上班族 在工地上班也是上班族嘛 薪資不到100萬 睡繳的還反而比較多 他覺得很感嘆 有一個男人 在工地裡面坐在那裡 他感嘆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那麼辛苦的工作 結果我要繳的稅還比在家躺著不做事的人 在家裡無業的人來說 還要繳的稅比較多 於是有這樣子的一個討論 其實乍看之下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好像很奇怪對不對 那為什麼不用上班的人 他只是因為零股息的方式 結果他 稅金繳的還比較少 這個就必須要回歸到為什麼有鼓勵扣底稅額這件事情嘛 那因為鼓勵扣底稅額本身在政府的角度來說 他是鼓勵大家做長期投資 所以有一個鼓勵扣底稅額 他的本意 是因為公司 企業他所繳的稅 跟你個人的稅 稅的比重啊 應該說稅率是不同的 於是他有 做一個扣底稅 來做 這樣子的一個 計算 讓你的稅率可以比較符合你個人真實的情況 讓你的收入 這鼓勵的收入可以比較符合你個人的所得級距 他本來的用意跟目的是這個樣子 那我想 這個網友 他可能是不曉得有這樣子的制度 於是會覺得說 為什麼 我要繳這麼多錢 我那麼努力的上班 我這麼認真 結果為什麼他是在家裡 退休的 或是無業的 於是他繳的稅還比較少 可是他收入還比我多耶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很奇怪 可是其實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這不奇怪 這是因為你不了解稅制的計算方式 當你如果了解這個社會的稅制計算方式 他其實也是一個好處 為什麼 你了解這件事情之後 因為稅制是對大家來說都是一樣的 你只要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住在台灣這片土地的 朋友你遇到的情況都是相同的 當然有些朋友他可能真的很有錢 他還有請一些 比如說會計師幫他 去做一些更優化的方式 但是原則上 這個稅制的制度是沒有改變的 那反而對 很多投資人來說 或是一般的 上班族來說 你就應該要去思考 我怎麼好好去利用 別人可以達到的 方式 來讓我自己可以降低稅付 例如說當 我有一天 比如說我不上班了 我可能退休了 那我退休的時候 我可以利用他的方式 來達到 比如說少繳一點稅 甚至有退稅的程度 比如說你在不上班的情況底下 你沒有本業收入了嘛 那這時候你的所得級距是5% 那於是你還要領了這些 股息收入 那就有機會還有一些 扣低稅額讓你達到退稅 當然這其中還有二代健保的 補充保費的部分要計算 可是有些朋友他可能甚至 把退稅的部分算一算 比這個補充保費還來得多 那如果你是這種情況的人 反而 發鼓勵這件事情對你來說是一個優勢 有 知識的人 就比較容易可以了解到 怎麼樣子去運用現有的制度跟 規則來達到對你個人最有效的一個 投資方式或者是 理財方式 如果當你不知道的時候你只是傻傻上班的人 你就會發現 你永遠都好像是 付出比較多的那個人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因為 整個的稅制制度是這樣 所以我在 這個梗圖底下 上面我有寫到 其實稅制就是這樣 他總有不完美之處 但是並不代表他是不勞而獲 代表說有一天假設你今天是上班族 你變成了退休族 股息領多 那有可能 你繳的稅還比上班的時候少 因為規則對大家來說是公平的 他是一樣情況 當然啦這個無業男他的股力150萬 理論上來說 假設 你去回推他的本金 我看新聞上講 有人去計算過 大概本金要高達3000萬 我想有很多朋友你可能一輩子都賺不到3000萬 於是你會覺得很感慨 為什麼 有錢的人好像繳的稅 比較少 那這個原因就是因為他擁有這個本金嘛 至於說他的本金是怎麼來我們當然是不得而知的 只是說 如果 今天大家要把你的投資理財規劃 放長遠一點來說 假設你有一天你也達到了 類似的金額 本金 或是你的投資的 的部位 那或者是沒有達到這麼多 也沒有關係 至少 當你達到類似的情況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 有得到相同的制度 結果嘛 比如說你可能有退稅 那或者是你少繳一些稅 那我想這樣子 對你個人來說都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當然 稅制的東西 對於一般上班族來說 你幾乎很難逃得掉 所以在上班族來說 你就要 好好的去善用在你有 主動收入的情況底下 做出更好的投資規劃嘛 那沒辦法因為你所有的錢你都要 思考到一件事 你有稅務的成本存在 這就是一個現況 大家必須要先去了解 自己的所得急需的狀況 來做出更好的投資的規劃 跟思考跟判斷啦 分享總是單純的快樂 期待下一次再見